高危的就是我前面讲的这些高危的病毒 如果再一个就是有 领状细胞伤疲这个病变 就是也处于高危的话 那这个需要就是连续每年都要进行检测 一旦发现就是出现这个 咱们零病理上面就是分的CN1G2G3G 如果要是发生3G的病变的话 也就是所谓的高危的临状伤病细胞改变 如果发生这个 又是年龄在50岁以上的病人 那你就得考虑它是原胃 是必须做相应的治疗 这个治疗包括这个宫颈的追切 甚至就是宫颈加上子宫的切除所 而且是什么呢 这个在切除治疗以后 还得这个严格的病例检查 谢谢大家